在这座荒谬可怕的监狱中 谁杀的人多 谁就拥有统治权 就连狱警也只是开关劳门的马仔 囚犯们甚至能在狱中自由活动 有的还带着老婆进来 过上了有期徒刑 而这座酷似困自的城中城 它便是位于玻利维亚 拉巴斯的圣培德罗监狱 玻利维亚是南美第二穷的国家 该国为了节省开治 早在2002年便对监狱置之不管了 原本只能容纳600人的监狱 现在却关着3000多名囚犯 即使这样 每天依然有新囚犯送来 20名狱警管不过来 所以才让犯人自治 结果囚犯队伍壮大后 狱警就失去了控制权 现在他们的工作 就只负责接待新囚犯 然后帮忙拍一张遗照 再将犯人送入铁门内 自此狱警的工作便结束了 现在囚犯的生死 全都掌握在维克多手里 他是一位有着四项谋杀罪的连环杀人犯 在这座监狱犯罪越重 获得的威望便越高 而维克多凭借其不菲的战绩 直接登上了监狱老大的宝座 并且他还建立了可怕的等级制度 所有新来的囚犯都要经由他审视 然后根据犯人的罪行 年龄和刑期 简单评估后 在分配至不同区进行管理 圣佩德罗监狱一共分为八个区 每个区都有一位叫龙头的犯人 他们负责管理各自区域的囚犯 并且穿着统一的黑色名牌运动服 维克多就是通过控制龙头 统治着监狱 一般新来的囚犯进来时会吃一顿杀威棒 不论你是小偷毒贩还是杀人犯 每位想活着留在狱中的人 他们都必须交21美元的保护费 如果想要找个6平米的房间睡觉 每日还需要交100美元的租金 不然就只能睡潮湿的过道和垃圾房了 而该国的日均收入只有6.3美元 犯人想活着出狱就得赚足够的钱续命 像那些在外面有手艺的犯人 来到监狱后也是有优势的 比如能当洗衣工 修理师或烘培师等等 至于那些想活命却没一技之长的犯人 他们则穿着印有出租车字样的背心 在监狱口抢单去帮助探亲的人带路 相当于监狱的信使或人肉导航 虽然这份工作发不了财 但至少不会被饿死 而那些又穷什么也不会的犯人 每天中午就是他们唯一的进食机会 因为监狱的午餐是国家免费资助的 每天都是大焦配米饭或鸡汤 但这些食物根本不够分配 这位叫罗纳德的囚犯 因为是警备判了12年 不过杀警察的罪行 让他获得了不错的威望 所以他成了龙头下面的打手 每天在缺食的情况下 他总是能吃饱喝足 而那些洗碗水都没抢到的人 就得靠亲属送食物了 如果没有亲属朋友 那就等着成饿死鬼吧 但随着食物送来监狱 许多毒品也流了进来 狱中大约六成的犯人都有毒瘾 而一克克卡因 售价在10到20美元 每个去的龙头 成了操纵毒品生意的人 虽然狱中还不允许赌博和使用手机 但只要你给钱 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 所以导致犯罪层出不穷 囚犯常常失踪 而布兰科 是一名被关了7年的西班牙人 他因走42公斤可卡因 在机场被捕入狱 如今已有4年时间不敢走出牢房 因为他的德国朋友 几年前就在这里遇害了 布兰科为了尽量减少外出 平时接手都是用塑料桶解决的 而收集的尿液会从屋顶倒下去 除此外 监狱的强奸犯也很猖獗 他们不论男女都不会放过 布兰科害怕有人对自己图谋不轨 所以他随身携带着武器 谁要是感动自己 他便会使出致命打击 让别人当机立断 平日里 布兰科靠着木工活赚钱续命 至于是否能活着出狱 返回西班牙 他已经不抱希望了 如果说这座监狱的杀人犯 是最高贵的 那强奸犯便是混得最惨的人 他们只配削土豆 洗厕所 这种卑微活 而且从早干到晚还拿不到钱 甚至有的被暴打淹死在水池里 因为龙头认为 强奸犯是软弱无能 没有道德的渣子 在这里 大家就不要鉴于四千了 细心的粉丝们 可能会发现镜头中有孩子 其实他们并不是因为犯罪入狱的 而是囚犯将家人也带到了监狱生活 比如这位叫米歇尔的女人 她的丈夫就是因持谢抢劫入狱后 自己无法承担两份房租 所以才搬来监狱和丈夫生活 平时两人靠着烘焙纸杯蛋糕为生 但除去开销和每月一百美元的房租外 一家三口 只能勉强在六平米的牢房中度日 即使龙头向每位囚犯收取了保护费 但实际却得不到保护 只是不找你麻烦而已 米歇尔的丈夫 曾在狂欢节时被一名囚犯拿到袭击 而自己还抱着孩子 差点就命丧黄泉了 第二天她找狱警投诉后 结果却被龙头知道了 歹徒没受任何惩罚 反而自己挨了一顿黑打 在龙头眼中 不管什么事都不准找狱警 因为他们才是监狱的管理者 对于酒后持刀商人 龙头也认为是在所难免的事 可以说三观已经完全被扭曲 就连监狱的老大为客多 也同样有着异于常人的想法 因为她决定为监狱盖一座新楼 以便缓解牢房拥挤的窘况 不过盖楼的钱她没打算自己出 而是想找人募捐钱和材料 这样自己便能零成本创业 靠收租赚钱 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强盗罗警 在她眼中似乎成了合情合理的事 更荒谬的是 新楼建成后只比围墙矮十厘米 只要囚犯想越狱 随时随地都能出去 对于圣佩德罗监狱的乱象 监狱长眼中也充满了无奈和力不从心 毕竟二十名狱警 根本无法对付 由维克多建立的监狱王国